HIGH FLY BALL INTO RIGHT FIELD SHE IS GONE 我是爱运动的指路 跟你一起聊聊运动赛事 聊聊中华职棒中心胸地向 欢迎收听黄色性感带 礼拜天12月19号 去参加了台北富邦马拉松 这场马拉松是今年的最后一场 其实也是今年的第一场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很多的赛事都停办 不然都是延期到明年才要举办 那导致今年就只有这场马拉松可以跑 还好这场是有如期的举行 礼拜天的时候 那天的天气大概14度15度 阴阴凉凉的后面有出太阳 整体来说整个天气很不错 最后的成绩呢 比预期还要少了4分钟 还要慢了4分钟 但整体的成绩上来讲还算满意 休息个两三天 接下来再投入训练 为之后的马拉松准备啦 在本周的节目开始前 还是要来宣传一下 我们这些单口节目都要移到 543周会谈的平台下 那原本543周会谈这个节目 会在1月1号的时候上线 现在呢将会提前到本周就要上线喔 所以我们本周上线的节目 就会在543周会谈的平台之下了 另外呢我们也会举办一个小小的抽奖活动 只要在1月底前 在Apple Podcast下五星留言 到时候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送出奖品喔 接下来进行我们本周的节目 中华职棒32年最佳食人还有金手套奖 由资深记者们投票选出 结果都已经出炉了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那些得奖的选手 首先是最佳死人的方面 呃我就不讲队伍了 我直接讲那个选手的名字 头手是德宝拉 捕手是林戴安 一类手陈俊秀 二类手林静凯 三类手王威成 游几手江坤宇 外野手分别是林安可 陈杰宪 郭天兴 那指定打击呢 就是我们林一拳啦 至于金手套奖方面 头手是豪景 捕手林戴安 那是跟追加死人一样 一类手许继红 二类手林静凯 这个也是跟追加死人一样 三类手威成 也是跟追加死人一样 游几手江坤宇 还是跟追加死人一样 外野手郭天信 詹子贤 邱丹 在两大奖项之后呢 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讨论一下 行使自由球员权力的球员 那今年总共有 关大元 林一拳 陈宏文 还有陈宇勋 另外林志胜跟王胜伟 也向球队提出自由的这个想法 那忠信兄弟 也很大气的祝福他们 算是祝福啦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两个事件 第一个是新史FA的球员 有同性质的 有关大元跟陈宇勋 那我收集了一下 关大元跟陈宇勋的一些 统计的记录 然后来跟听众们有报告一下 首先我先来说明一下 这些数据的统计基准 因为中职全年一队要打120场比赛嘛 一周大概有五场比赛左右 那假设一周出 出赛一场就好了 所以你至少要投24局 投24局以上的中计投手 我才会放进来这些统计数据里面 来做比较 那另外像王毅正 优马 豪靖 廖润磊 这些投手 他因为有投过先发 也有投过中计 那所以他的数据会混在一起 就不方便做计算 所以这些 有在先发跟中计这边 跑来跑去的投手呢 我就剔除掉 那依照上面的这两个原则 我选下来以后 有32位投手进入这个排行榜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 关大元跟陈雨勋 分别在这32名的排行榜里面 两个人的表现如何 那除了他们两个以外呢 其实我又把吴俊伟跟蔡奇哲也一起放进来啦 因为他们两个毕竟是兄弟队主要的牛棚投手嘛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投的比较杰出的投手 是曾俊岳 所以我这边总共有五个人在做比较 但是但是我们的重点 还是在关大元跟陈雨勋的身上 我们先来看苦劳的部分 所谓的苦劳就是付出啊 就是比如说出赛数啊 我的投球局数 我的投球数这些 我都先不管成绩 就是我花费的劳力的多少 那出赛数方面 关大元出赛了49场 他在全联盟里面排名第12名 陈雨勋55场 吴俊伟55场 蔡奇哲26场 郑俊岳57场 更正一下刚刚蔡奇哲是56场 所以这边看起来 大家的出赛数不会相差太多 关大元稍微少了几场 五六场左右 但是啊 投球局数最多的却是关大元 关大元有投了66局 在32名那个中继投手里面 他是排名第一的 再来陈雨勋他投了58.1局 他在32名投手里面排名第5 吴俊伟59局排名第4 蔡奇哲62.1局排名第2 曾俊岳55局排名第7 五名投手都排名在前半端 那刚刚关大元的投球局数最多 但是他的投球数却不是最多 他944球排名第4 那陈雨勋的952 954球排名第2 吴俊伟909球排名第6 蔡奇哲946球排名第3 那曾俊岳的投球数就比较少一点 他841球排名第8 不过也都在前半段 再来我把投球数除以投球局数 这样就变成美局的投球数 那关大元呢 是32名投手里面 美局投球数最少的 他美局只有投14.3球而已 那陈雨勋等一下讲 吴俊伟他美局投了15.4球排名第6 蔡奇哲美局投了15.2球排名第4 曾俊岳美局投了15.3球排名第5 这样看起来他们四位的美局投球局数 也是排名在前段班 就是平均的少哦 但是陈雨勋在这张数据里面 就特别奇怪了 他投了 他美局投了16.4球 他排名到23名去了 代表他美局要用掉很多的投球数 造成美局投球数会变多的原因 大概就是四坏球投的比较多一点 不然就是三阵型的投手 他也会用掉比较多的投球数 但是对于一个上来救火的人来说啊 你一直丢四坏球出来 这不是好事哦 另外一方面 美局的投球数也代表了 一个投手的控球的水准啊 像控球不好的时候 打者就会比较想要等球 好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BB9咯 BB9当然是越小越好了 那关大元的BB92.47 他在32名投手里面排名的第7名哦 那吴俊伟呢 9.25 他排名第9名 蔡奇哲 3.18 他排名第16名 曾俊岳 2.62 排名第12名 那陈宇勋在这方面的成绩 就不是很好看了 他3.7 排名 22名 那BB9看完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K9值 那K9值呢 关大元他3.95次 就是美酒局可以投出3.95次三振 那这个数字并没有非常的漂亮 在32名的投手里面 他只排到29名 那相对的其他的投手 像陈宇勋 他7.87 就排名第10 吴俊伟 7.32 排名第12 然后蔡奇哲 5.2 排名第25 曾俊岳呢 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比较突出了 他10.15 K9值10.15 排名第5 那另外一个数据是 保送三振比 关大元在这方面是0.66 排名21 陈宇勋 0.55 排名16 吴俊伟 0.12 排名第9 蔡奇哲 0.64 排名第18 那曾俊岳在这方面 就排的都比较前面 他0.32 排名第4 那至于 弃斗9呢 关大元8.73 排名17 陈宇勋 6.79 排名第7 吴俊伟 8.54 排名15 蔡奇哲 7.36 排名第9 那曾俊岳呢 5.89 排名第2 那我们回头来想一下这件事情 三振是可以避免被推进 这样是没有错啦 但更重要的应该是 我不要自己送你累包 那四坏就是我送你累包 还有被安打啦 把四坏跟安打结合起来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局被上累率 WHIP的部分 那WHIP 关大元1.24 32名 投手里面他排名 第12名 算是中间偏前 那第11名是谁呢 很巧的就是 吴俊伟 1.24 然后第10名 蔡奇哲 1.17 然后第9名 陈宇勋 1.17 也就是说 这4名投手在WH方面 就是排90 C12 相差都不远 曾俊岳呢 他排名第2 只有0.95 那对于以上的数据啊 我自己就下了一个结论 关大元在苦劳方面的排名 都是联盟的前半端的 的球员 那进阶数据的方面 也可以排名在中段班 至少都在中段班偏前 而且这些进阶数据 是全年的平均值 如果不要让他那么累 他的进阶数据一定会更好看 我们都知道他上半季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球季进入后半段以后 像吴俊伟 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那这些数据走下坡 那这些客观的数据说明了 关大元绝对值得 中信兄弟球团 加薪把他牵回来 也绝对值得让 想要争冠的球队花高薪来抢他 而且你看关大元跟 陈宇勋的薪资差这么多 这方面我就很替关大元抱去 他绝对值得更高的身价 另外就是林志胜跟王胜伟了 他们两个条件不太一样 就是也不能说条件 状况不太一样 他林志胜的身上是带着记录的 那记录又是职棒的看点 有看点就能吸引球迷进场 另外不要忘了 今年下半球季结束之前 林志胜那两个连续两场开轰 这两轰代表什么 这两轰证明了林志胜的保到未老 然后对球队的贡献 整个气势延伸到总冠军赛去 大家都看到了 当然值得牵回来啊 王胜伟呢 他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的守备能力 我直接点名同一啊 如果他想要冲击明年的总冠军 没有好的游击手 你就只能等着看忠信兄弟再夺冠了 那另外富邦呢 他也是需要好的中线的守备球员 对于王胜伟这种守备功力一流 然后又非常具有经验的选手而言 中信球团其实不应该放走他 但是站在王胜伟的立场 能够在一军出赛 有机会可以在一军出赛 才是一个球员想要的啦 所以对于一个喜爱胜伟的 这个相迷来说 真的是很两难 中信兄弟就要胜利 中信兄弟永不放弃 中信兄弟迈向胜利 在羽球世锦赛的部分 我们要来恭喜小戴戴志颖啦 女单迎牌到手 这相当厉害的成绩 男单的周天成就比较可惜啦 几位排名在前面的男单选手 没有来参赛 然后丹麦的安赛龙 他又早早出局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周天成 他也在32强的时候就出局了 那另外男双的林阳佩呢 他也在八局的时候就出局了 这种大比赛本来就不好打啊 每一个来参赛的选手各个实力坚强 没有一个是弱者 只要自己一个没有调整好 很容易就会输掉这个比赛 而且他又是单败淘汰制 你只要有一个没打好 你就是输掉了 没有机会再重来的 再来是网球的部分 这就精彩啦 上周有提到我们的夜市球王 曾俊欣 他在ATP挑战赛 玛雅一战 奋力夺赢之后 他的世界排名从240名 升到了232名 上周呢 他续战玛雅二战 他在玛雅二战里面 排到第七种子 一路过关斩将 连第一种子都在四强赛的时候被他打掉 连过五关 最后拿到冠军 那生涯排名 从上上周的240名 升到232名之后 本周因为这个冠军 直接再升到188名 再次突破了生涯新高 同时呢 明年初 明年1月在澳洲举行的澳洲网球公开赛 会内赛外卡 也把一张外卡单 颁给了曾俊新 让他不用打会外赛就可以晋级到会内赛 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肯定 那曾俊新转成人职业赛之后的打法 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以稳定著称了 那转战成人职业赛之后呢 他那个稳定的功力没有减退 但是攻击的能力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多 对手只要球短了或者是球高了 他就可以展开攻击 那另外就是他的脚层也相当的好 在被对方左右调动的时候 他都可以反被动为主动 打出自胜球 看起来进入世界前100的模板已经成型了 接下来就是继续为他加油啦 其他的网球小将方面 许玉秀他在ITF巡回赛的杜哈站 单打他也打进去准决赛 谢宇杰在125级的女双也打进去了准决赛 都表现得相当的好 我在节目的网球这一段都会讲到 ATP巡回赛挑战赛什么的 那我这边就来说明一下网球的等级好了 那以南网的为主 南网等级最高的就是ATP的巡回赛 那刚刚提到的曾军星呢 他拿到的冠军是在南网的第二等级的 ATP挑战赛 那在下一个等级呢 就是ITF的巡回赛 那通常对于一个年轻的选手 又没有国际积分的选手来讲 就是从ITF的巡回赛慢慢的赚国际的积分 积分赚够了以后你才能够往上爬 然后爬到ATP的挑战赛 然后在ATP的挑战赛又拿到足够的积分之后呢 你就可以晋升到ATP的巡回赛去打了 像曾军星明年可以直接打奥网的会内赛哦 奥网是国际一级的赛事 如果在第一轮就输球的话 你还是可以拿到10分的积分哦 你如果第一轮赢球的话 可以拿到45分的积分 那相当于他现在在打ATP挑战赛的 亚军的积分哦 所以哦 奥网这种一级赛事的积分是相当相当的补的 而且奖金也相当的丰厚哦 像奥网这种等级的比赛 你即使第一轮输球 你还是有将近100万台币的奖金可以拿 不过国外的扣税相当的重啊 扣完税可能只剩下一半而已吧 以上就是本周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五四三底下 各单口节目 谢谢大家 中心兄弟就要胜利 中心兄弟永不放弃 中心兄弟就要胜利 中心兄弟永不放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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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兄弟 迈向胜利 哦 哦 哦